这个叫做柔和谦卑笑话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 不但难解也更难做 主要是耶稣的教导 也教导我们怎么柔和谦卑笑话祂的榜样 我们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记》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一同来念 凡老虎当众胆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的关系 我心里有我的天悲 因为你们当父我的儿子学我的教室 这样你们的心里所留意的感情 因为我的儿子是清醒的 我的胆子是清醒的 这是一段耶稣的教导 是以谦卑为主题的经文 那谦卑是一个很艰难的题目 也不容易去了解圣经的道理 但是也更难去做到 在旧的圣经有这一节经文是来自 也是大家会很多人都记得这段经文 是人家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靠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心 这是在旧约里头 尤其是在先师书里头 是一节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这边有一个问题 一般上我们叫做修持问句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这一个问题 通常叫做修持问句 主要是向听众发出的 也希望他们可以提供一个答案 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旧约里头 只有两次的出现 一次是在生命节 那时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以色列人耶和华 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在当时 摩西就把那个答案讲出来 就是要你尽心 尽心尽一 爱你的神 那到底神对他的子民有什么要求 人有期望 同样神也有期望 但是神不是常常都把他的期望向我们讲明 以色列人耶和华 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也是蛮简单的 要你尽心尽心尽一的爱他 但是经过几百年 你发现以色列人还是隐藏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知道的多做的少 你说信仰道理吗 人家都可以跟你讲一个道理 但是你发现常常他们所讲的 跟他们的生活表现很大的距离 意思说 神的子民常常都没有办法把他们所信的 变成他们的生活 所以这个就回到天之底下 同样的问以色列人一个问题 他向你所要的事情 我相信当时的人也讲不出来 因为在修职问句里头 通常都不期望你回答 但是当人没有办法去回答 给一个正确的答案的时候 有时圣经就干脆把这个答案跟你讲 然后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以你的神同心 这句话其实也蛮丰富的 在神学道理上 但是我尽量讲的就是那个 谦卑的心 存谦卑的心 这是尼加作讲的 所以人的失败 不是说他不聪明 或者没有表现 人最大的失败 就是没有把自己所明白的 相信的 变成一个可以表现出来的生活 讲得多做得少 信得多 事件得出来也很少 所以宁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谦卑这个问题 以色列人不是很了解谦卑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花大部分的时间就谈这个课题 从圣经来看 尤其是耶稣的教导 那 谦卑 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讲出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特点 谦卑 但是 为什么我们不能谦卑下来呢 其实 基本上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 骄傲 而骄傲成为 谦卑的拦阻 这个在真言的智慧里头 就 提出这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对立 就是骄傲跟谦卑之间的一种对立 而骄傲来 修持也来 谦 孙人 欠有智慧 所以一个谦卑人 其实是一个智慧人 骄傲人 基本上就是一个愚昧人 而且带了很多的问题 骄傲在败坏里先 黄先在跌倒之前 一说当人骄傲的时候 基本上 他的后果 是很不幸的 骄傲成为谦卑的男主 那谈到骄傲这个问题 就发现 其实骄傲 是与生寄来的本性 意思是说我们人 是罪人 离开神之后 你发现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 那种生活的形态 这样那种生活形态 很自然 其中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骄傲 所以当我谈自己的时候 那肯定就是基本上 就培养了这个骄傲的心态 所以骄傲是很普遍的 人很容易变得骄傲 同意这句话吗 我们人都是骄傲的人 同意吗 那谁不同意大概就算骄傲 哈哈哈哈 我们人就是 又骄傲几步成为我们的本性 但是我不能说 因为是我的本性这个就正常的 其实骄傲不正常 但是却成为我们的本性 意思是说我们很多本性都不正常 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过呢 骄傲的人也是可以感变 变得谦卑的 比如说臭折 打击贫困 缺乏 丧失无助 哀重空虚 都能使一个骄傲人 变得柔和谦卑 我看过一些人 真的骄傲的不得了 比如说你叫他信耶稣 他跟你遍拨 只以为是 讲到他自己好像给上帝来的 有一天他发现他有癌症 而且快要死了 其实那是正好 向他传托一个机会 就是他快要死的时候 这个人因为这种病痛被打击 完全降了下来 有时候他们也信主 有些人 任意了不起 但是他失败 生育失败啊 或者在婚姻上的失败 所以看见自己的 有限的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这些人有所谓 会被谦卑下来 所以在旧业里头 你发现这个谦卑人 跟这个困苦人 有时候是常常可以通用的 所以一个谦卑人 也是因为生活的艰难 或者是各种环境的打击 最后使他已经失去了那种锐气 所以变得很谦卑 所以要怎么样变得谦卑呢 其中一个就是接受打击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主啊 给我一个癌症 是否谦卑下来 没有人这样的谈告 或者使我的生意失败 是否可以谦卑 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没有啊 很多时候你发现 这些事情有教我们谦卑 包括基督徒在里头 很多基督徒啊 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 有一天你发现他失败了 他就想到 怎么跟热心侍奉卑 其实是这种谦卑的表现 所以我认为 从圣经看 一个人从骄傲变得谦卑 只有两个处境 一个只是经历很大的打击 这是一个痛苦的功课 帮助从很高拉下来 是我们卑微的一个处境 在圣经里头 我们也看见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但是还有一个处境就是说 我们不一定要经过打击 才学到一个功课 我们可以从正常的生活经历里头 也可以学到很宝贵的功课 弟兄弟们一定喜欢哪一种途径 来学一个重要的功课 倒是第二嘛 对不对 我不需要被管教一轮 被父母管教一轮 那我才学到乖 我可以很正常的就学到乖这个功课 同样的谦卑也是一样 我不一定说我必须经过打击 我才能够谦卑 我们可以很正常的方式也可以学到谦卑的功课 你们喜欢听哪一个 因为你听第一个 你不要我就不讲了 因为你就等打击来 但如果要听第二个我就有讲 因为耶稣是在是告诉我们第二个途径 怎么一个比较正常的方式去学到前面的功课 好不好 你看 不好也好也好也好 我一定要讲这样 对不起 这个 这个喉咙感冒的后颐症还没有完全 我在想这个体会其实蛮有意思 而且不容易体会 但是神会帮助我们明白 你说耶稣的门徒骄傲不骄傲 开始的时候也蛮骄傲 就像我们信主一般同工 我们有时候也蛮骄傲的 在马太会第十八章 有这样的一段经文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 天国里谁最大 马太也没有把整个背景的细节讲得明白 但是马可不应就把一些细节 比较说明是讲到当时门徒 跟耶稣在路上走的时候 门徒就有争论了 有点争吵 为什么一群门徒会争吵 这个很容易理解 你看我们弟兄姐妹每个教会 一群大人聚在一起 有时候也会争吵 吵什么呢 很多事情都可以吵的 所以这个问题 我有了 谢谢 赞给我 施比受更违誉 所以门徒就有争吵 争论 其中一个就是比较 爱比较 我讲门徒在一起 有比较大概很正常 比如说他们都打鱼的 我不相信打鱼 只是乖乖家打鱼 一定是每天打完之后 大家都你有几条 我有几条 对不对 你的技术好还是我的技术好 你哪一个学校打鱼学校毕业 你没有拿到证书 不然就开始比较 那其中一个就是以自我为中 这种方式去生活看世界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很普通的一种生活形态 所以在路上走的时候 其实他们问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你发现他们的证据其中一个就是到底谁最大 谁最大 十二个分钟谁最大 每个人都想自己最好是能够做最大 但是又不好意思讲 所以就吵起来 吵起来 这样就问耶稣这个问题 而且他们也许叫属灵 他不是说我在世界上谁最大 他不是说天国里谁最大 你看他们相对那么远 相对很远 不是在地上比我 比他 天国去 我不觉得这样的想法是很成熟 天国里谁最大 地上谁最大 不过很喜欢耶稣 就是每次人家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都不直接把答案跟进去 如果是我说 我在天国 你们没有一个人最大 是我的答案 耶稣不这样讲 因为他的人要学到道理 你不能够只把蛋跟他讲 他不会明白的 人的理解 教育必须有一个过程 他必须理解整个情况 最后当他得到这个结论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人生的答案 你当然告诉他 他不一定会把这个答案 变成他人生的一部分 耶稣明白这一点 但是他说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 我也不知道是这个小孩子 从哪里跑出来 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说我是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悔一段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能进天国 耶稣说 你有一个功课 不是水大的问题 有一个功课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变成小孩子 你连天国都进不了 你还要当天国比谁最大 开玩笑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 凡为我的名 借贷一个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借贷我 这是耶稣讲的一段 蛮重要的 那在这里有几个事情 我要提一下 就是说 第三节所讲的 我是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悔一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注意这一个很重要 是大人可爱还是小孩子可爱 对啊 你看我们早上大人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人看着我 哇 你那么可爱 没有啊 小孩子进来的时候 哎呀 我们看到 这个大人可爱 还没弄他的脸呀 我们进来的时候 你说很可爱 弄我的脸 小孩子就是可爱 可爱的也以为他是小孩子 为什么我们大人失去小孩子的可爱呢 我们也没有问自己 当然大人有大与可爱的地方 但是小孩子有一点点 发觉我们大人失去了 原来有 现在没有 所以耶稣就 带一个小孩子 在他们的中间 那小孩子在这里 常常代表一种叫做 这是第一 天真 小孩子很天真 单纯 还有他小 还有还没有未受世俗的影响 而且不复杂 当然小孩子有这边的侧点 但也有反面的弱点 但是他体重一个 耶稣要用的 就是这小孩子的一些侧点 而且是比较好的 就是单纯可爱 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也没有被这个世界污染啊 而且他们也蛮不复杂的 我常常想如果我们基督徒 能够有这样的心态进入教会 我们教会会简单的很多 会much simpler 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一个 在这个第一 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 那这边有两个动词 一个叫做回转 还有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变成 这两个很重要的是 回转 还有变成 是大人 小孩子变成大人容易 还是 大人变成小孩子容易 小孩子变成大人容易 还是 大人变成小孩子容易 要好想啊 因为耶稣要 就是要跟门徒想这个问题 因为你小孩子变成大人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这个正常的成长的过程 对吗 就是我们就是这样过来 小孩子慢慢长大 越来越复杂了 越来越不可爱了 越来越不单纯 越来越自我为中心 所以一个人从小孩子成长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加在我们人生当中的 有些东西反而被把我们捆绑起来 所以耶稣在这里 比如说我要unwrap你 我要把你拆回到原来 从大人变成小孩子 因为在圣经里头 只有这里讲到这样的一种反自然自虚的一种改变 所以这个回转这个字是很重要的 这个回转在这里 耶稣不是说你要悔改 他不是 他说你要改变 chain 你整个chain 你人生的方向 回转 要改变 要整个明白这个事情 不然人不变 人变是因为我明白 我不明白 我就 在不明白里头 认为我是明白 然后变成 你一转变的时候 然后你要变成 这个变成的意思是说 你要逐渐的成型 就是慢慢慢慢的 你要搭到这样的形状 什么形状呢 那小孩子的 样式 而且就是一个回头的程序 当然耶稣不是说我们要成为小孩子 他是用这一个小孩子来告诉我们 怎么样从一个非常骄傲的一种心态 回到一个比较谦卑的样式 他是用这样的小孩子的模式来告诉我们 那不然你进不了天国 很多人以为说进天国很简单 的确是简单 但是你要走耶稣的路就简单了 你不走耶稣的路怎么会简单呢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是一个很大的悔转 因为这是一个反常虚的改变 所以讲谦卑很难 我说很难 因为人家听不进去 This is not normal 不正常的讲法 所以说谦卑 他在这讲到谦卑 那是在第四节 所以我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他的天国力就是最大 谁最大 最大的在坚卑里头就是那个 凡自己谦卑 你要注意啊 我这里是没有写出来 我写谦卑其实在第四节 他是整句话说 自己谦卑 强逼谦卑跟自己谦卑是两回事情 我们的宗教不是逼我们要谦卑的 我们的宗教是要告诉我们 你要自己谦卑 我们中国文化是教我们谦卑 但是是文化告诉你要谦卑 但是耶稣说你要自己谦卑 因为谦卑跟教条没有关系 谦卑跟文化没有关系 谦卑乃是因为我自己明白 我自愿谦卑 所以耶稣讲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也不容易体会那个道理 基本上谦卑这个字 叫Tapenu这个字 在希腊文就是变得卑为低下 比如说我是这么高的 我现在变得很低下 以前我是很堂皇的 现在我变得很卑劲 这个就变得低下 谦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你们认为中国人谦卑吗 谦卑不谦卑 不谦卑啊 不谦卑啊 但是有时候你发现 其实我们在中国文化里头 有些教头我们要谦卑的嘛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在我们日常讲话里头 我们有时候会表现得很谦卑 以前有一个邻舍 这个孩子很聪明 人家就称赞在他妈妈的面前 称赞他的孩子 哇你的孩子 非常的聪明 但是这个妈妈又要表示谦卑吗 她说没有啊没有啊 奔得像猪一样 其实他心里知道你自己孩子很聪明 他经常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聪明好几倍 但是他口头上还是要 他表示非常不行 你知道我们常常有一句话 挂在口中的 我不配 有没有听过 他要请你来做什么 不配不配 其实他知道在整个儿童子 因为我懂这个事情 不配 所以我们这个教育也 请弟五姐妹做事情 很多人说我不配 做这个也不配 那个也不配 但人家做他觉得人家也不配 他觉得人家也不配 而这个是我们文化教我们 那种谦卑 其实这个谦卑本身跟这种形式 没有关系的在圣经里面 那这是文化的教导 我很喜欢这个 C.S. Lewis 讲的一句话 在他那本书叫 《Mere Christianity》 这里头讲一句话 是用英文讲的 他说 他说 True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It is thinking of yourself less 听得懂吗 翻成中文 真的的基督教 不是轻看自己 而是少看自己 另外一次 我们的信仰 不是叫我们轻看自己 如果轻看自己 自己都没有了 耶稣不是说 你们要爱人 什么 如己吗 你连自己都不爱你 怎么去爱人呢 同样如果我们基督徒 轻看自己 那我们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别人看 所以C.S. Lewis 这句话 很重要的 我们的信仰 不是教我们 把自己轻看 我们的信仰 教我们把自己少看 这很大的不同 奥古斯蒂里讲一句话 我没有翻译 他讲的也是类似的 If you want to be great begin with the least If you want to erect a high building things first of the foundation of humility Whoever takes a foundation must go down very deep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做大 你一定要从小的开始 如果你要建一座高楼 你一定要考虑到 是谦卑的根基 因为谁要建立一个根基 他必须要下到很深的地方 他的根基越稳固 他就越要下得深 奥古斯蒂里讲这句话 是对谦卑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意思是说 假设我们人没有做到一千倍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见任何的高楼 耶稣也讲过这方面 你找房子要不倒在 磐石上 不要倒在 大栋上 另外一个解经家 Luz讲的 是针对耶稣那个日底谦卑 这句话不能分开 知己谦卑 圣经很清楚讲到 没有谦卑 只有一种谦卑的逐渐 也要自己谦卑 我不能勉强你谦卑 你也不能勉强我谦卑 我们教教会 不说大家要谦卑 这个没有用的 必须说自己谦卑 阿鲁士说简而言之 誓愿降卑 就是完全从自己原本的思想和行动的本位下来 然后落在另一个新的秩序和标准 因此门徒将使自己卑为地下 他的谦卑不仅是内心的立场和态度 更是生活行为的表现 所以耶稣教导他的门徒 你要自己谦卑 那个才叫做真正的谦卑 你不能说 这个是被勉强的 什么叫谦卑的由来 从你原来的思想形态 这是我今天认为如此 这是我认为坚实的立场 然后你从自己那个本位下来 到一个新的一个秩序里头 一个标准里头 然后在那个地方 你学习到一种叫做内心的态度 还有一种生活的表现 他讲的比较复杂 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Luz讲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谦卑的观念 所以基本上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就是内心的谦卑 态度的谦卑 所以当我们讲谦卑的时候 有时候是讲到 第一当然要心态要谦卑 但是来自内心的 不是这样讲而已 这种叫内心态度的谦卑 心里不狂不好 也不靠台自己 而且愿意这样背 这个不容易做到 是愿意的 你很少在公司里头 你发现人只有一条路 是要每次到正的 就是一直相当爬 今天是看门的 明天就是看办公室的 明天就做了什么职业 以后就希望做了走进 人是这样这样爬的 你越爬越高 所以常常这些员工的时候 Oh I want to raise 不要加进 还有我还要什么 要什么 要升级 要升级 你很少员工去老板说 老板明年给我降养级好不好 我今天是总经理 明年做副总经理好不好 那后年我做这个什么 部门的这个职业 再过三年我帮你看门 没有人这样讲的 哪有谁会这样背自己 人家都是要升高 没有人辖级 如果我们抱着这个概念进入教会 你发现我们教会会有问题 事奉主也会有问题 保罗 保罗也讲到这个 他说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诗人就是说你要看我比你强 我要比你强 这是我们的正常的资讯 这是大人的心态 但是也保罗说你要看别人 你是像小孩子的样式 我们很难明白这样的大人 这个自己的态度方面 态度很重要 如果不明白这个态度 所有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表面 但是有良好的态度 并不表示就是完全的谦卑 因为他有第一个含义就是行为的谦卑 意思是说这个内在态度的谦卑 要表现在世纪的生活的情况下 怎么叫做行为当谦卑呢 是不是人家来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了吗 鞠躬 我们华人 日本人都喜欢嘛 牧师进来 鞠躬 是不是我表示谦卑呢 是不是这个只有谦卑的行为 我倒查给他 是这样 你发现耶稣比较少在这方面提到这些事情 他所讲的其实是关系到一种 到这种叫做你怎么应该表现 比如说我这边举几个例子 一个饶恕来讲 那这个弟兄姐妹得罪我 照理来说是他的错 你要我向他 去饶恕他 这个不对 对吗 这不对 那这个坚持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坚持 这就是我们人性的弱点 但是假设有一天我想中 是他不对 但是我还是可以饶恕他 但是这样想的时候 要放下自己 明白第一种点 你要放下你不放下你怎么可以饶恕他 那还有一个情况 有时候这个顺服这个问题 我们常常教我们姐妹要顺服她的丈夫 但是你要顺服丈夫那么容易啊 同意吗姐妹 对啊 那么容易啊 那么奇怪 你这个丈夫 你也不什么了不起知道我尊敬 有时候他们有很多原因 你觉得很难顺服她 那是人的常理 但是如果 因为你不知道我生活 我而顺服你 这个叫做 放下 这个叫谦卑 不容易做到 比如说钱财 也就是说你要放下你的钱财 这个也很难做到 但是如果我能够放下我的钱财 表示我要非常的谦卑 才能够做到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谦卑本身是在一种放下的一种欲愿 自己谦卑做 要自己愿意放下 自己这个谦卑 谦卑不是一无所有 而是愿意放下所有的 这个叫谦卑 比如说我放下自己 并不是我一无所有 我而是愿意放下自己 我们有很多侍奉的人 我们有很多宣教师 他们可以像我们一般的 在这里过这么富裕的生活 但是他们真的很谦卑 为什么谦卑呢 他们把很好的生活放下 很好的欠财放下 很好的校区放下 然后带着孩子到一个很荒野的地方 就是这个谦卑 所以谦卑的意思 基本上是一种害度 而且也是一种放下的表现 大家怎么学呢 耶稣跟门徒讲的这些 难道门徒就迁飞起来吗 所以下一段经文 他说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责啊 你们中间 谁愿伟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所以耶稣告诉门徒 你绝对不能用世俗的方式去想 这些随大的问题 人的关键不在于你大小 人的关键是到底你是怎么的人 你讲到谦卑 那我们要怎么学呢 你像耶稣说你像我学吗 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两个概念 其实这个概念也算是一个概念 就是他提到这个用人 这个扶人是两个字 二十八节他又讲到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做人服事 还是要服事人 而且要神明做多人的属家 所以耶稣是在实现了这个谦卑的教导 因为祂是在天上的 那来到世界上的 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讲得很清楚 祂原来有神的形象 在其他就是他 仆人的形象 这个叫做谦卑 所以耶稣讲到说 你要怎么想谦卑的事情 祂说你要想两个人 一个叫做用人 一个叫做仆人 所谓用人 这个diakonos这个字 它有两个希腊文字来描写 这两个不同 意思我们用人 diakonos 通常指家仆 或者一个帮手 有时候这个字也用在执事 所以我们教会的执事也叫做diakonos 是似乎神的人 而这些人的存在 是为了一些工作项目的存在 一直到他们的侍奉本身是因为他有责任 所以他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 称呼叫做用人 比如说我们家里 有时候有人来帮我们打扫 他付了钱 他走了 下个月又来 以后也不来了 这也叫做diakonos 或者是检草的 因为我们楼下 或是有那个叫什么名字 阿阿阿 他就是我们的用人 付钱给他们 那还有一个概念的仆人 这个仆人叫doulos 这doulos比较准确应该放成奴仆 或者是奴隶 这些人是谁呢 你说这些人是在古代的时候 他是被被卖身的 slave 你知道在罗马打仗的时候 他们不是有战船吗 在战船这个舱的下面 不是用这个发动机的 下面有什么 有人在挖船 这些人是谁 这些人挖船的 他脚还用铁链绑住的 这些都是抓来的战犯 这些人 是一身就 关在这个舱下 铁链锁起来 你的责任只有一个就是 挖这个钻船 这个叫做奴仆 意思说你没有自由 你是属于主人的 你没有主权的 所以就是说你要想这两次 就是说你们 这些门徒 你们要学夺用人 但是你们要学夺奴仆 you have no freedom 所以你要做基督徒 你没有自由了 你在基督里 是属于基督的 没有自由 没有主权 这个人 这个道理是硬的 不是软的 他继续讲下去 他说 反劳股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救师弟 得安息 世界上的人 都是劳股担重担 我们全部都被压的边边 很多担心 很多担心 很多问题 很多责任 很多受不到的苦水 我们心里没有那种安心 因为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所以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清卑 你们当过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想安心 那这句话不容易理解 但是第一个我要谈的就是 耶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意思说他能做到 我们是可以学他 是可以达到 而且这是一个好的道路 这是我们成功蒙福的一个道路 他说你们当过我的恶 这个恶是什么意思呢 恶其实是放在牛井向邓田 那个契机来的恶 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当一个恶 但是很重啊 很难 常常出问题 这就是说你要用我的恶 不要用你的恶 我的恶是什么呢 我的恶是亲神 所以这个恶 跟担子是比喻耶稣的教导 还有行事为人 侍奉的榜样 意思说 耶稣说照我的方式 在世间这样生活 那你的就亲神 我们从信他头一天 我们就知道我们亲神了 阿们阿 以后很多方面要学习 世界把我们搞得越来越复杂 那耶稣叫我们越来越牵神 我们谦卑去服侍神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还不知道 到底结果是怎么样 所谓谦卑的服侍神 有时候真的是放下自己去服侍神的时候 所以耶稣在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 这些不是他的那些爱主的人 到他面前来的时候 他会发觉神对他讲这句话 知道你们这蒙我父自乎的 可以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服侍神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做克里你们留我住 我自身露体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你们看过我 我在天里你们来看过我 对于这些艺人 在世界上那些 不是主的弟兄姐妹就问 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给天里饿了给你吃呢 我从来没有做过因为耶稣喝了我 我买什么面包给他吃 我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也没有说买过咖啡给他喝 我什么时候见你做克里 留你住 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人 或是在监里来看你 我都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王要回答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 就是做在我的身体 最谦卑实在不是因为人 谦卑乃是因为主 我谦卑下来去顺服我的丈夫 我实在不是因为你的缘故 那是因为我顺服主 我可以顺服什么 那是因为我顺服主 所以我才能够顺服你 我在你这个人那边前 能够放下自己 不是因为你的缘故 那是因为我的主 这个是我们 这是耶稣 我的恶是亲生的 不然我们永远被够在担子 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个世界上的生活 耶稣也是用这个方式来成就他的救恩 付到他的门徒就是走一样的一条道路 是好的 是没的 所以耶稣才会讲这句话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是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 就是嘴巴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 这是小孩子的 就是嘴巴 就是嘴巴 我们来祷告 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用你的话语 教导门徒 你也教导了我们 我们把这些荣耀的读归给你 祷告耶稣的名 阿弥 阿弥 不意思 不意思 不是因为太谦卑 忘记了 谢谢牧师 牧师是非常好的 童工也是我们的牧师 他们唱这首 字很小 希望大家能够看见 不意思 求你给我一个贤卑心 给我一个手教练 好让我们走在祢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祝祢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颗奢侠教灵 好让我们走在祢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任何的荡荡 帮助我任神的依靠 淡淡想起我 沉沉进回忆 尼沉进回忆 感谢观看